非常歡迎各位 那我們今天我們有了 來自美國的Zack 菲律賓的Pauline還有 還有 James來自 Odari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提起翻譯 Lily 其實我對這個題目其實也非常非常有興趣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大家為什麼要來台灣練習 特別是 長久以來知識生產這一方面呢 台灣是進口國 我們其實輸入 還沒什麼聽說我們可以輸出的 然後呢 其實在這個島上 發生過很多有關旅遊群的事情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清末的時候 整個大中華地區 留學到全世界的人 很多很多 然後有很多是到歐洲去 然後呢 在台灣被日本指定的年代底下 台灣有了現代的大學 比如說有台北帝國大學 今天又上七五的台北帝國大學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時候已經有現代化的大學族行 但是基本上是日本所建立的 那樣子的現代化大學 而且是在那個年代底下 十九世紀末 就是有德國英國的那一種的味道 但是你可以從建築物可以看得出來 有葵多利亞的建築的味道 那 那個時候其實 台灣也有人出國留學 但是很多人 出去留學的時候 是到日本 讀書所以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可能 七八十歲的那一輩的 你會知道他們有非常多留學 比如說到找到田 特別是找到田大學 有很多很多的 台灣的老一輩的學生 可以先請坐 然後呢 後來 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 台灣的留學的這件事情 就整個斷掉 我們有一段時間鎖國 鎖到呢 到最後呢 在六七零年代那個時候呢 可以出國的只剩下一種人 可以出國留學的只有一種人 特別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就是你一定要是國民黨 然後要拿中山獎金 才能夠出國 而且出國都去哪裡 去美國 然後除了拿公費留學之外 到八零年代開始 有一大批的很多的 因為有錢 可以到美國去留學了 然後呢 那個時候的中國留學 在台灣就是有一句話 流行的 來來來來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美國 然後所有的人 只要讀書 就是去美國念書 那 所以我們現在的大學裡面 是這一輩的 在當主要的行政人員 跟鎖國教授 其實就是那 就是 差不多八零年代那一輩的人 所讀書的 那 因為清一色都到美國去念書 所以回來的 基本上教的是美國的理論 那 他們剛回來的時候 他們是把美國最先進的理論 帶回來 那三十年下來呢 他們還是在教美國當年的理論 比較多 所以呢 這個有一點 讓我覺得有一點好奇的 有趣的事情是 這麼長期以來 我們都一直在搬著美國的理論 然後理解政治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是套用美國的理論 那我也很好奇想知道 就是 外國的留學生 他們 為什麼要來 然後呢 來這邊呢 他們能夠學到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會抱著一些好奇心 想知道 為什麼來 打算學什麼 然後 可能來了 第一個學期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 讓大家來分享 這個學期他們 學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落差 有沒有 有沒有傷心難過 或覺得被騙的地方 還是繼續有發現 欸 台灣很特別 我們整個政治的環境 跟我們所學習的東西 可能 有不太一樣的 甚至在別的國家 可能學不到的 那今天我們就 很高興可以 有這樣 三位的同學 其實這個人 他應該等一下可以加入討論 可以 然後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們 那 先從 再開始 好嗎 對不對 那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李明珍 我是民國心理學長 先謝謝 大家好來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 我們今天大會 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 為什麼三萬塊來台灣的政治 然後 變了之後 落差是什麼 就是 台灣的政治是 就是讓你覺得非常的 耳目一新 還是 落差 周邊的差異是什麼 以及 都完之後 這個 這個研究的過程 會對於你未來的 整個治癌的發展 什麼樣的變化 還有就是 關心的政治 一體是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應該會 有比較多的時間 跟大家一起討論 OK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非常輕鬆的一個 一個講座 然後 大家 我們會留大概半個小的時間 跟大家討論 所以大家要讓你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最後都可以發問 OK 然後我會讓 就是簡單的翻譯 那我們先從 自我這場開始 OK 所以 所以 1 非常有 Sorrent partes 可以聽我 SU 可以聽一下嗎 所以我在 O巡受 Greg 跟 Lily 都是 國度逸彼 德rome 所以 裡面 id I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I'm from My hometown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leveland, Ohio I first actually I went 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ut they have a campus in Doha, Qat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was my dream for a long time To be a journalis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 I studied there for three years And I studied Arabic And I majored in journalism But then also had a minor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nd when I arrived there It was 2012 And you might know in the Middle East at this time It was the Arab Spring Oh wait, I'm so sorry Are you supposed to be saying that? Okay, I'm sorry I know what happened She's supposed to be saying So we'll go back to my hometown It's Cleveland, Ohio OK It's fine So OK So Zad是從美國來的 然後他是從IHF中 國會市的社會發言到一段 我要請大家繼續 謝謝 Zad他是在主修 他之前在大學日期去主修新聞的 然後是他後來有到中東去念 去做短暫的新聞採訪 Actually Do you want Shall I just speak in Chinese If I have trouble You can I can 所以 如果你看NBA 你喜歡 美國的籃球比賽 NBA 好 我的假象就是那個 詹姆斯 James LeBron James 他 他在那個城市 And 如果你現在看 他們現在還在比賽 還沒輸 所以 就看 OK 對 然後他跟你說 我去中東三年了 在卡塔 念得了十四年歲 那個時候就是 20 2012年 就是中東的叫 Arab Spring 阿拉伯的 春天 對 就是因為有很多 很多社會運動 很多民主運動 可是然後 然後 我去南米 2001年到2005年 從這個時候 這些民主運動 的效果 很不好 因為蘇利亞 蘇利亞 他們的戰爭 然後 燕門 也有一個戰爭 所以 我畢業之後 我感覺特別悲觀 特別悲傷 然後我感覺 我應該 離開 中東 所以 我 然後我 去中國 我在中國 當個英文老師 一年 我在 中國的 湖南上 然後 這個時候 我叫 初一 很可愛的 初生 初歲生 蠻可愛的 然後 第二年 在中國 我去河南上 河南 鄭州 我這個時候 我在一個大學 教英文 我感覺特別 特別 好玩 因為 他們 跟我的年紀 是差不多 我是 23歲 他們是 20歲 所以 比如說 我有一些 男生的 學生 我們很好 朋友 我們去酒吧 喝醉 這樣 然後 我感覺 我很喜歡 中國 湖南的菜 很辣 很好吃 然後 河南的 浴室 特別厲害 所以 我在中國 我感覺 中國的老百姓 很熱情 可是 我覺得 中國的 政治很不好 因為 沒有民主化 所以 中國的老百姓 很熱情 中國人很 怎麼說 很禮貌 很特別熱情 可是 然後 我看 請問 我感覺 請問的目標 就是 對別人 洗腦 這樣 所以 然後 我 我看他們的行為 我看 他們採訪台灣 一直說 喔 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 台灣是很 很雄俄的人 是這樣 所以我感覺 我應該去 台灣 學習 政治 可是 就是因為 我很好奇 台灣的 台灣的意見 台灣的 perspective 是這樣 所以 這個時候 我想要做一個 硕士 可是我沒有錢 所以 我開始 申請很多 硕士活動 這個在中國大陸 這個在台灣 然後 我很 很幸運 我去一個 美國政府的 福布拉特 福布拉特 講師 然後 來台灣 現在跟他們一起 做這個 硕士 好 繼續嗎 好 先簡單 簡單介紹等一下 我們還會回頭過來 讓你講 特別是 到底是中國人很熱情 還是 對你一個人很熱情 等一下 再問 第二位 James 先簡單介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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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James 在正大讀書之前 就來到了台灣 他在20013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就才不來台灣 所以在 入學的前三年的時候 就在台灣 所以在 入學的前三年的時候 就在台灣 所以他之前其實去越南 然後去那些書 有關 也做相關的活動 比如說公眾的這些 公眾的溝通啊 然後還有一些公眾的關係的營運 I actually moved to Taiwan I actually moved to Taiwan with my ex-girlfriend I actually moved to Taiwan We broke up shortly after getting here So this was early 2015 But she left me with the lease on an apartment So I decided I should stay for a little while OK 在2015年的時候 我來到台灣 因為他其實是跟他城裡有一起搬來 然後他們分手的時候 他只好繼續租他們兩個合租的公寓 So after about six months of living here I realized how much I liked it So it was actually about two years before I decided to make the most of my time here and do some study I've been wanting to do additional study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I'd actually do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s one of my majors in my undergrad degree 所以其實James在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是國際關係的主秀了 然後在台灣大概待了六個月之後 就決定說想花多一點時間 一年兩年的時間來台灣 繼續面對外國際關係的 進修與外國際關係的議題 So yeah, we'll discuss this more a little bit later But I've always found Taiwan's politics very interesting And I've always found Taiwan's position within Asia within the region very interesting And so that's part of my motivation to studying here 尤其是台灣在亞洲扮演的角色 在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關係的扮演的角色 特別是James特別有興趣的話題 Okay, and that's enough? Yeah, that's enough Well, why are you okay? So, yeah, so the extent of my Chinese It's like to 我跳 I'm just gonna talk in English Yeah, you're not gonna translate that Okay Right,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the Not in Taipei Would recognize me like when I speak And they would know that I'm from the Philippines But they would automatically think that I work here Right, because of the large migrant worker force That's first in Taiwan But so, I like James I didn't initially really think of I actually didn't think of going here I didn't think of studying I've been, my background is in broadcast communication So, like, tell me if you want to address that Okay So, you know, you actually 一開始有提到 一個比較好玩的東西 就是大部分的人 在跟大家講話的時候 一聽到他的口音 就會知道 就會猜得出來 他是從飛舞兵來的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講完之後 大家不會猜他 他是學生 會猜說 啊,你要怎麼工作啊 因為其實很多 我們的外籍工具 是從飛舞兵來的 然後一樣他在 他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主修是網店 Right And I've been working for four years In the news industry in the Philippines As a producer of broadcast news for TV And it was really fulfilling But the work It's like the work is fulfilling But the politics Like corporate politics is toxic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is really really tiring Like it burnt me out So for a while I've been thinking of Having like some change Desiring for something Something different in my life And last January I got the chance to Last January That's last year Right I got the chance to go here To visit a friend Who's working in Taoyuan And I stayed here for five days And I really loved Taiwan Like I love the food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after that Um I decided to Apply For a scholarship That I saw on the internet Okay So After the five day trip You went back to To the Philippines Yes After the five day trip I went back to the Philippines And I was thinking Okay So I don't want to work Anymore Fo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Maybe And I want to study But I don't have money To study And so I was I started to search for Scholarships And honestly Taiwan was not really My first choice Right Maybe that's why It's also interesting to you This topic Because maybe You don't think Why do people Want to go here And somehow People in the People in my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peopl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in the work place Where I met They also asked Why not other countries Why somewhere Very close to the Philippines Like why not People usually go to the US Right On Fulbright scholarships Or to the UK On Chevening scholarships Or to Australia So it's really Wasn't really mind-boggling For them Like What's I want Okay And I said to them Why not Right Like I didn't know What's in Taiwan But what I know Is that NCCU Is one of the only Two universities That offer courses Fully taught in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 I'm like This is it Because it's like There are no Not really A lot of choices And it's like It's pointing me To this path Already So it's It's the one I chose And now I'm here And then my realization was This is actually the best place Right now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cause I think Taiwan Is very It's very important Like In IR And To IR Itself And if it's not Like If people say it's not Then it should be Important Like the issues here Should be important To IR scholars And to the IR community Okay So I I think Poling said 他Poling如果回答他的朋友 Poling說 為何不能 尤其是在台灣 台灣在IR的整個 整個研究過程中 是非常占有一個一起之地的 因為它對於區域的變化也好 或者是環境的變化也好 都非常的重要 然後Poling也提到說 其實在台灣這種全英文的教學環境 教學的學程 沒有選擇性沒有很多 所以這邊是其中 政大是其中之一 兩個其中之一個 所以就 覺得說應該要選擇政大 OK 那文字我叫小蝦 其實我跟他們 唸的是同一個program 所以我一直唸 我們就是同學這樣子 所以其實每次在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問他們 跟相似的問題 因為 就像我第一號 我是剛剛講的 就是每個人 每一個台灣人 嗯 不是每個台灣人 就是台灣大部分的人 每個人都會想說 來來來來台大去 去美國 每個人都想要在國外讀書 那會對於他們 為什麼會選擇台灣有興趣 對 然後我本身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大學是在 是在 是在 裡面 然後我有交換回來到 那個 台大這樣子 那我的主修原本是念 升華 然後還要提到正式 OK 好 然後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選擇 念IR 跟念正式 所以我們現在回去 請在 大家來講一下 為什麼要選擇 本來台灣念 尤其是IR 這個正式研究 那這次我介紹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學習國際關係 為什麼 就是因為 現在世界的情況 就是有兩個模特 就是中國模特 中國模特 中國模特 然後又美國模特 美國模特 我們都知道 就是明珠 還有 怎麼說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和明珠 可是中國的模特 就是資本主義 可是沒有明珠化 我覺得 台灣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政府說 民主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 不能一起 不能一起 可是台灣就是 證明這是不對 而且台灣的未來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 中國 成績 傳入他們的模特 然後 台灣的情況很危險 可是如果 台灣和美國 日本 歐洲 等等 保護 民主主義 然後 台灣就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台灣 英文有一個字就是 Battle weather 就是 台灣就是一個 台灣做就是世界做 我覺得 如果台灣的未來 很好有明珠 然後 世界的未來就是一定是明珠 可是如果台灣的未來沒有 然後我怕世界的未來沒有明珠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隨時 國際關係 我們國際關係 可是我們就隨時 這些世界的情況 這樣 我做一個 我做一個 來個翻譯 就是 剛剛在講的是 很少數人 注意到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 這一種緊張的關係呢 其實意味著民主跟非民主 國家 哪一個制度 才是未來 所以呢 如果你說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 決定 未來人類走向的 台灣海峽是決定 未來人類走向的一種 兩個模式的鬥爭 現在 正在較量當中 所以台灣海峽其實是一條 文明的 文明的地鐵 上面就是 兩股勢力正在 正在交會當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台灣就變成 格外的重要 也有趣 OK 那 請 謝謝 謝謝 我來講 我來講 為何你來台灣 為何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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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來講 我來講 我的背景 比較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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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好 所以 今天 在來台灣之前 James 沒有太了解 他們到底 是一個什麼樣子 過的這樣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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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 2015 我來講 我來講 台灣 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 他來台灣之前 大概知道 台灣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 可是他沒有這麼意識到台灣是如此的民主化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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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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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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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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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非常的 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也關注 台灣 如何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 類似選擇 然後 他慢慢的知道說 台灣其實在這個區域裡面 是扮演非常 重要的民主化的一個角色 所以, like Pauline說 我認為 我認為 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 台灣 是 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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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台灣的 國家的變質沒有很大 然後人口也沒有非常的多 但是台灣在 在對抗中國的這種 傳統醫師的散播 是扮演非常嚴重的角色 雖然台灣的 對抗中國的這種 其實是 其實 其實是 很近的 因為 因為 在 最後的 5-10年 在 是 或 人們從 的 PRC 有個 為 有很多 人們 卻有同伴 勢 人們 或 人們 大 人們 人們 在 都會增加了他們的影響 在國家上 這就是一件事 最近的影響 影響 影響 在澳洲人們 改變政策 在澳洲上 那如何跟他的 本國有什麼相關呢 其實 最近才廣為人 大概這五到十年來 中國在澳洲的影響 是比較大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政黨的投資 對於教育的投資 所以像這種東西都 慢慢地浮現的情況下 James對於台灣對抗中國家的第一線 更去重要 所以他就是對這個 話題來越有興趣 一個很大的事 就是 在兩年住在Vietnam 已經開放了 它開始開放了 1980年 但仍然是一個公民 國家 你仍然可以被捕捉 為任何的 支持 政府 你也知道 在Vietnam 但 我一直以為 有一部分 我感覺到 很悲哀 為人們 在那裡 我不是很興奮 自由的 speech 民主化的 民主化的 類似的 類似的 民主化的 好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花了兩年時間在越南 然後越南 我們也知道 其實現在還不是完全的民主化 你有可能講錯話 就不再去玩 所以 James對於這種 言論自由以及民主化 非常有興趣 所以才會選擇來台灣 所以 所以 moving to Taiwan and seeing what happened here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You know 台灣 emerged from marti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80s and by the early 90s was actually having democratic elections so learning that history I sort of started to think you know can what what can like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learn from Taiwan because there is a lack of democracy I think in Asia 好 尤其是台灣 在 民主化的進程中 其實算是比較和平的進化 所以 James更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在 亞洲這個區域 台灣是如此成功 民主化的一個典範圈 所以想要來台灣 做一個典範圈 I love it I'll pass on Pauline She can have a ton So I think I kind of touch on this a little bit but like James I went here like one of those people as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actuall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aiwan because when I went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 just thought like most peopl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like the Republic of China Right sorry because of the name yeah because it's like it's really I guess it was quite telling that moment when I realized oh this country is really close like to the northern tip of my or the most tip of my country and yet I am one of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already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so what about the rest of the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or part of the ordinary masses ok 所以 Polive在一個蠻有缺點 就是 他是來自內部 然後會一直跟台灣靠很近 然後他也在新聞產業裡面 但是 他在台灣之前一直覺得 一直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 他在想說 那其他人呢 就是完全的一半的素人 真的知道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what I did know what I did know was that Taiwan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a lot of Filipinos who work here and I know several people before I went here who has worked here and they keep on talking positive things about like oh in Taiwan they felt really safe and they really they really love the place because unlik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for example we had a recent diplomatic role with Kuwait ove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but here they don't say anything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in terms of how employers treat migrant workers so I thought okay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sense that it could be a model country for other countries with Filipino workers I want to talk about 一個比較有趣的點 就是 除了台灣是對 跟中國的一部分 的第一線之外 尤其是跟 因為菲律賓是比較大量的 勞力出口 輸出國 所以 菲律賓他最近跟科威特 有一個親密的時協議 就是可以到 菲律賓人可以到 科威特那邊去工作 然後 從聽到科威特 傳回菲律賓的消息是 他們對待 菲律賓人 並沒有 他們會非常友善 也會有虐待 然後不給錢 等等 可是從台灣 從回去 大部分都是好評 But the problem is If I for example before going here don't even know what Taiwan really is How is the percep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Flippinos going to change Right Like for now We're kind of gravitating towards China in a sense like our president wants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hat those issues especially with the West Philippines Sea Southest China Sea dispute so I guess that's more in the news and nobody really talks about Taiwan in the Philippines even in relation to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here I think that maybe by going here I could actually contribute to spreading like I don't know anything convers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 to my friends to people I know and stuff like 讓葡萄醫生 擔心的點是 在菲律明 就算是這些 這些來台灣工作的移工 都很少談到台灣 而大部分的人 而在運運 大部分人都很常談論中國 因為現在他們換了總統 然後總統是 比較傾向跟中國有來往的 尤其是在那個 中南 中國海南附近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 Holly會決定來台灣的原因 是因為他希望 他可以真的來體驗 台灣的這些生活也好 或者是做研究也好 他可以把這些資訊 帶回去 給他的 給他的朋友們 然後從他 國內開始推廣 那我們 進行第二樓 我們想知道說 他們來 學了什麼 然後有沒有一些 落差 然後 他們來了之後 理解了台灣 跟想像 有什麼落差 對 所以 什麼最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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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台灣 台灣是非常好的地方 我很樂觀 而且 我看到很多人問 為什麼來台灣 隨時正確 可是 我告訴你 台灣 這是一個科技世界的領導 台灣是一個民主世界的領導 台灣是一個文化和電力研 世界的領導 所以 當然我們都要來台灣 隨時正確 台灣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真的 所以 一般來說 我非常喜歡台灣 我的 我的 我的悲觀 就是 因為 中國和台灣的 政治問題 這個情況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社會 有很多壓力 很緊張 很緊張 比如說 美國 有很多 祖先是歐洲的人 他們可以 對他們的祖先 傳統的文化 有驕傲 可是 我看到很多台灣人 比如說 他們 喜歡 李拜 那個 那個 詩文 然後 別的台灣人 可能說 為什麼喜歡李拜 李拜是中國的 應該 喜歡一個台灣的 台灣的 詩家 對嗎 或者 我 我剛聽過 一個台灣朋友 告訴我 現在很多台灣人 不慶祝 中午節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中午節是中國來的 所以他們 他們現在 他們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他們 不要 不要慶祝 中午節 可是然後 我感覺 中午節 是一個很美麗的 美麗的節日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不慶祝 應該可以吧 所以 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個 政治的問題 台灣有很多 壓力 而且 一個很 很小的 行為 很小的行為 成為一個 很大的 political statement 很大的 政治的意思 比如說 我們現在 就 討論台灣的政治 應該 應該很簡單 對嗎 可是然後 有什麼 什麼 什麼 後面的 意義 就是 台灣 我們討論 台灣的 政治 有一個 意義 我們也討論 台灣的獨立 所以 我覺得 台灣 最小的行為 最小的行為 最簡單的行為 最小的行為 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的 對 就是 另外一件小事的話 我們都會把他放大 用政治的放大鏡來看 這樣子 所以 覺得這樣子 很 很詭異 所以我必須說一件事 就是 歐洲人在美國可以自由活動 等等 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並沒有發現 歐洲人都跟美國人講說 你們是歐洲的一部分 你要早晚回到歐洲去 至少沒有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裡好像 都會這樣子 所以 那個壓力 壓力不太一樣 OK 我們不抽一下 而且 其實 台灣 其實最近在起頭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也會在這討論 在台灣這樣子的 生態 才是 正在起頭 跟正在發展 對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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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一個最大的想法 就是 你 你 因為 你 是 所以 我 對 你 是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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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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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化 scared to talk in another country because I just read stuff and listen to Taiwanese friends talk but I haven't taken courses on maybe cross trade relations and stuff like that I think I am more into development when I came here, I did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s And how, probably Taipei, not all of Taiwan But in Taipei, I kind of compare how good infrastructure is,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e parks, stuff like that to my country For other people who come from the Western Hemisphere like, some of the European friends 因為他們總是說他們的樣子很不同 他們的樣子很不同 因為可能他們比較長 但我認為台灣看起來很不同 因為它看起來更好 所以我認為在台北生活 因為在台北生活 台北的一些基礎建設更廢物的建設 來做比較 就發現其實台北的建設都比較新 也會讓這個城市更漂亮 所以我認為的差別是 當你聽到人們 當你聽到他們說一個地方 你不能自己說 你不想說自己是安全的 或是保持持有趣 或是很重要的 或是是鑑定的 你必須去去看 你必須去看 你要去看 你必須去看 那些小事 讓他們進去做成這樣 例如在唯一 我可以不停止 保持我的電話 在同時 我沒有意義相當的 我可以隨意 因為我只是感覺到 但在這裡 我真的不在意義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leave my bag open and I don't, nothing's stolen I leave things at some places and then I go back and they're still there So I think there's a very big difference in terms of atmosphere, the mindset of the people and how democracy has taken root maybe not just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But also, I don't know, in the daily lives of Taiwanese 彭龍來台灣之後他發現 他之前在菲律就聽說台灣非常的安全 可是來台灣之後發現台灣是如此的安全 就是可以拿手機在走在路上 然後別走給大家吃 然後不會被搶走 就是然後聽到了跟實際體驗走出的差別 所以他就是他來台灣之後就發現 台灣不只是在政治是如此的開放 然後在思想啊 以及在各種環境角度上都比福利港更開放一定 I think the thing that I found most surprising when I arrived here is just how advanced the level of free speech is so in Vietnam when I was working for the public relations agency I if we wanted to hold a media event before we had the media event we actually had to get a permit from the government 所以 所以 最讓 James欣亞就是台灣的言論自由 台灣是非常久對比於之前他在 越南工作的 他在廣告公司工作 然後現在廣告公司工作的時候 他如果要開這種大型的會議 其實都要向政府申請 然後政府要同意他要參加開會議 then I arrived in Taiwan then I arrived in Taiwan and in my first week I saw someone walking around wearing a T-shirt that said Fuck the government That's because you're right into your team 沒有 OK OK 其實 他在2005年來台灣的時候就剛好 他一趟去台灣 然後每次我覺得看到一個人 他身上的T-shirt他就穿 就是Fuck the government 就是去以為政府 然後他覺得 那個就是參政府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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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猜啦 這是因為那個時候很好聽俄語 然後那個時候的社會 社會長會跟你們講 怎樣 我其實做一些獨立的工作 我做公共關係 但當我來到這裡 我做了一些教育 小群的學生 對 對 這是 對 三人的生意 對 巨人 好 什麼 那些人 我 我 覺得 那些人 很高興 這類型的東西 後來在台灣也談了 James也有教一些英文課程 然後也有在廣東莫斯工作 然後就發現說台灣人 對於各種各式各樣的意思都有不同的意見 比如說像同性婚姻 比如像政治 各式各樣的意見大家都可以心平情而在討論 OK 好了 然後接下來會問有關 就是拿到這群人之後 他們的打算是什麼 如何印象 當然以為是 然後念完的書學位能夠走去哪裡 Rap Rap會留在什麼 是我們未來的大三 我還不知道 我有這個盲目 第一個像那個急診 在台灣或是在中國 然後 我們現在有一個課 就是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電話 在這個課我們 隨意一個 軟件叫 R Studio 我發現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你能找到一個 工作很高的 蜘蛛工作 Data Science 所以我現在考慮 我英國應該很努力 學習R 然後申請Data Science 工作 然後我還有一個盲目 也很瘋狂的盲目 我很喜歡爬山 我對 朱姆蘭峰 很有興趣 所以這個盲目 就是 我要綁架去內波爾 在那邊 當個急著 採訪 人爬山 這樣 比如說 人爬朱姆蘭峰 我要去寫他們的故事 這樣 所以我還不知道 我補充一下 R 是比較新的一個 做量慢研究的軟體 然後在中國 差不多十年前 也開始流行起來 那 原本以前在台灣 學量化還不是用R 是這幾年才開始而已 所以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學了這個技術的話 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但 這背後也說明一件事情 這不是 因為台灣學到的是 什麼 並不是關於台灣的東西 而是在台灣學到的一個 世界上到處都可以學的東西 這樣好像不是 因為來台灣而有的策略 所以問題就是 台灣這個影響我未來的打算 這樣 我覺得 我現在考慮 在台灣 安家樓戶在台灣 一輩子去照工作 這樣 所以 所以 換言我不行 好 好 去 我 sorry 我講一下 我才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 我們 我們的 聽者來這邊 好 好 好 原來 這是 非常正確的答案 我 好 我真的不太想念了 我其實決定要開始學習 我沒有真的有一個工作的路程 我只是想說 這是一個很久的事 我應該可以學習 然後看看從那裡 所以其實現在 未來要做什麼 在台灣 所以我可以講 因為在台灣很多機會都在發生 所以你不太想看 你的事是怎樣的 我對你來的 有些有些地區 我會特別有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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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這些地方 我會特別有的 我會特別有好處 我會特別有的地區 在社會和公共交易 但我沒有太確定 我實在是好處 對於民主化 非常興趣就是民主化 然後他對於原來他的主修 也就是公共關係 廣告策略也會有比較深的研究 但是未來要做什麼他其實還在想 對於原來,所以我相信 我只知道我會在這裡 我只知道我會在這裡 但是從來 我相信我會在這裡 但後來後來 我沒有太確定 我覺得我會慢慢地考慮 考慮一下我的選擇 我的世界就變得比較大 在台湾在台灣之前已經改變了Poland的世界觀 有時候初步的面書反而會更愛自己的國家 所以在台灣跟每一個人接觸的這種點點裡 都度多少少的影響以及改變Poland的人生 但是外來的人生歸發到底是什麼 會不會做一些相關 會不會回去當新聞的這些編輯等等 其實都還不確定 所以我現在正在看台灣的關係 在看台灣的關係 在關於人類的關係 人類的關係 和人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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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已經有連結 而且他們已經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台灣的關係 但是他們沒有組織 他們只是在他們的世界上 在工廠和家裡 但他們是很困難 在台灣人的關係 他們只會跟台灣人的關係 他們只會跟人類似的 跟台灣人比較多 那是我們在這間的地方 所以Pauline她在台灣想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加深菲律賓跟台灣人之間的連結 雖然台灣這邊有非常多菲律賓外的移共 但是其實這兩個群群是沒有交集的 他們可能自己是一個自己的生態權 然後台灣被自己圓台灣人的生態權 所以其實Pauline想要做的東西是 如何在台灣深化台灣跟菲律賓的關係 就是人類之間 就是這種非官方的事情 如果我可以加上一件事 我一件事我會想要做的事情 從來花時間在台灣的學習 是教導澳洲人的差別 台灣和台灣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他想要按 但是James想要回去說 就是非常清楚地區分台灣跟泰國什麼不一樣 其實就是我剛才到達後 我認為有一些人在泰國裡有一個震撼 然後有幾位朋友們聯絡了我 他們說你還好嗎 我還說我還好幾千公里離開 所以那個時候泰國發生爆炸案的時候 很多James的朋友都傳個訊息 問James說你還好嗎 不是James明知在台灣 所以明明就差很遠 這個東西是James想要強調的 我們還有點時間 好 那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談就是 他們最近關係的議題是什麼 這個議題又可能是政治議題 一個是社會議題 可能是台灣或自己的一些議題 可能是台灣或自己的一些議題 再問一下 再問一下 不好意思 OK 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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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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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章 內容就是 台灣的民主化 對兩岸關係 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話題 我很 很有興趣 然後 然後 James James 最近 很興趣 對 你很興趣 對 可以分享 OK James 最近 在 最近 在研究的一個題目 其實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 然後 回到就是為什麼 之前 James 說要想玩台灣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感覺得到 他可以感受得到 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 越來越高 有什麼事 最近 在澳大陸 就是 Quantus 就是一位我們 大型航空機 已經被 中國政府 改變台灣 對台灣的網站 對台灣的網站 對台灣 也是最近 上個禮拜 有一個很紅的新聞 就是 中國已經向各個國家去施壓 說 各個國家的航空公司 都要去改 航空公司 表現出 就是 寫台灣國家 與否 就是台灣 都給中國 這樣 然後這個事情 也發生在 也發生在歐洲 I guess What has been on my mind a lot recently is How the world can push back against this kind of bullying basically I think Obviously the world needs to engage China But the world also needs to stand up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needs to be able to stand up for their values as to you know businesses and organization and geos 中國如此的行為 然後去影響到整個世界 整個世界的每一個國家 然後身邊 整個國家 都 多多少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就你想要知道的事情是 我們應該要如何 反制 或者是 反制 或者是影響這件事情 I mean I sympathize with businesses that operate in China and they get pushed around it's I mean it's obviously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I guess I've sort of been thinking a lot recently about how do we like how can we kind of all work together to say you know no it's not on 因為 不管如何 就是我們 對於各個國家 對於中國 還是有些經貿上的往來 然後在中國 做聲音的這些人 他們都會陷入比較兒兩難的情況 而且我們也沒有 我們不能拒絕跟中國的溝通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出一個方法 可以跟中國理性的做溝通之後 想出一個方法 可以去前置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 recently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 about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how it kind of um aims to open a political space um with you know Taiwan'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ASEAN and Asian-Pacific the new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 this has been quite confused by a lot of people with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how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the southbound policy is actually Taiwan's way of counter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o Pauline 關心的議題是 最近關心的議題是 臺灣的南枪政策 那 他會 他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臺灣的南枪政策是不是 嗯 臺灣正在試著去 反抗中國的這種權力的擴張 以及臺灣如何跟這些東南亞的國家互動 and they think one of the one of the broader goals aside from economic gains which is I think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has cheap a lot of economic gains recently but at the same time um in terms of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there's a concern with ok so we know soudeast asia is important to taiwan but how can taiwan make itself important to soudeast asia in the way that china is already pushing itself taiwan的南枪政策 taiwan的南枪政策 大部分都著重在經濟 那無化呢 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這個東西其實 taiwan都還沒有更深化的去落實 當然這些東南的國家對台灣來講很重要 但是倒過來說 taiwan為什麼對這些東南的國家重要 這個東西我們應該要更長去討論 這樣子才有辦法跟中國流出的過去 證明 Cause they really want to have better relations with us then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ese times with Taiwan and also this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because as you know, my president and the foreign minister worked out stuff with China I recently went to China, to work out some of this stuff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greement How are we going to manage this together 但那事情是被當然成立了 這邊其實 這邊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Pauline剛剛其實有講說 就是他的總統其實有跟中國的那邊 有在討論有關南韓的議題 應該要怎麼把這個議題講完 他剛剛有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中國一直都在台灣的外交政策上施壓 然後他們今年 菲律賓跟台灣今年其實有更新一個經貿上的合約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是每一年都是同樣的東西 只是確定今年的工作一定要忍耐是一樣 所以其實並沒有增加任何的款項或就是項目 但是在簽署這個情況下 就被中國施壓 中國就是放話 對菲律賓說 如果你想要和中國維持有好關係的話 那你就要重新想一下 你並不應該再跟台灣做這樣子的教練 好 我們開放 讓大家來問問題吧 希望有 就是 我剛才提到我先有三個問題 應該有一些好奇吧 大家可以幫我問 如果您可以幫我找到台灣的問題 我會找到台灣的問題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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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选了NCCU 为什么要选了NCCU 为什么要选了NCCU 第二个问题是 我知道PROC的PROC 习近平 PROC has a timing for recovery of Taiwan in 2022 Because in 2022,PROC's going to select a new president So in order to maintain his legitimacy for the next term,PROC has to do something 去批准他的民族, 去保持他的立場。 所以你覺得是否可能 中國會抵抗台灣在2022年? 如果這件事發生, 你覺得美國會抵抗台灣? 謝謝。 OK。 需要發言嗎?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為什麼要選政大偶是台大? 我想答案應該也很簡單, 政大比較好嗎? 然後第二個要困難一點的問題是 2020年, 中國是否會抵抗台灣? 2022年, 因為習近平他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來正當化他的政治, 所以問各位的想法, 好,誰要選呢? 誰要選呢? I have a question. Does NTU have the same program as we? 因為我, 我為了我, 我為了我選擇 我為了我選擇 Fulbright Scholarship, 所以他們出來無所選擇 改善他們的選擇 我可以選擇 只能說了 I was specifically interested in doing a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far as I can see this was the only university in Taipei that offered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urse in English I know the NCCU is very good they also say that I mean people from NCCU say that the NCCU is great Screw those guys I want the NCCU trying to work on this one 我記得台大好像也在試著推廣這個東西 英語的碩果慢課程 台大有嗎 因為他們說他們看到台大有的人都先請就有農業 因為台大英語首課課程應該是比正大還少 喔喔 OK 所以 那就沒有辦法了 然後Jab的講的是除了正大以外就是寧船嘛 那當然還是選擇最大 因為各種預測啦 反正你每隔幾年就會預測哪一年都不要拿 所以 沒有太大意義 我認為台灣的意義 我認為台灣的措施 我認為台灣的措施 絕對增加更加藝術 所以他們不只在美國 我認為兩國的新的軍隊 會對台灣的選擇很正確的選擇 也會對台灣的選擇 是印度和日本 所以其實Zack剛剛講說 台灣應該要去增加一些這種友軍 就是當這一刻真的發生的時候 還有哪些國家會來幫我們 然後現在有兩個國家 但是台灣才到一個之前 第二次的日本 我還有聽到2022時間 我其實寫了一個審査 我寫了一個審査的審査 我認為中國可以做到現在如果想要 但它們會不會被他們 他們會失去千萬人,只會到台灣 如果中國真的要崩潰台灣的話,代價非常非常高 會損失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武器,非常多的金源 對,所以,他們要到這裡,要到這裡,要到這裡 對於中國來講,登附這些事情的代價性應該很高的 所以,如果中國真的要試著攻打台灣 他登附的這種成本,是會損失非常非常大 然後對他們自己國家來講,也是一個負擔 雖然中國是一個沒有辦法把名聲領著他低位的國家 所以,但是這個東西的實際,真的會發生的機率是這樣的 其實,我個人的意見,台灣應該要立即決定 因為,國家不必選擇兩種中國的兩種 當中有兩種中國的兩種 如果台湾可以改名成台湾的国名的话 然后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 我们的外交的拓展都会更大 而不是在我们跟中国之中互相 但我确实认为台湾 应该要确保它的专业关系 我认为台湾正在改变 我昨天听到一个报告 在ICRT上 他们说 很多人在谈论台湾 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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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中国的开始是在往前的 比例 什么是 190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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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ri? 對,Joari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中國被禁止A from getting into Taiwan 沒有人意識到 沒有人意識到 有一個巨大的時刻 想想想想 所以,其實 Jane他聽過後 在這台上提到一個小事 就是台灣正在試著進入 WHA的時候收到輔導 然後這些事情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尤其是台灣在1921的時候 中國的市責封鎖 封鎖台灣接受各國的資助 跟進行 這樣子 對,所以 再結束,我認為 因為 我們現在在世界上看到 一些獨立的民族 我們看到一些獨立的民族 我們看到一個最大的獨立的民族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認為 我認為 那些獨立的民族 有關於民族 和民族 和民族 我認為 那是 真的幫助台灣的事 全世界都一直在改變 譬如說 美國的政體也好 譬如說 政黨問題也好 或者是 台灣的這些經濟和發展 其實都是順其外面 所以如果台灣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有所跟大家很接觸的話 進入這些國際組織會跟台灣來講 會好很多 所以 我認為 我沒有辦法 我認為 我可以提供 我認為 我認為 中國 會強制 會強制 像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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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 嘗試 解釋 台灣的 勢 在尊重的国家认为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每个人的选择的事情都可以让他们选择更加激烈的 measures 那麼更建 tambien 以决定的他們認識台灣 發生他人之餘的 這是很新的事 好像捉 anyone, 他們所做2019年代的事情 美國不想 Там 所以在这种意义,我认为其他国家会尝试一些新的文字 新的文字,新的文字,新的文字,去解决他们的关系 和台湾,他们会尝试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不想失去台湾 他们不想线中国的关系 他们必须在其中处的中处 但是,它是很难的 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政府的,也认为 但是,也认为企业的社会,也认为企业的社会 也认为企业的社会 所以,这可能会提到,你认为台湾的空间 不通过政府,但也认为企业 但是,也认为企业,企业,企业 和企业的社会 那能够促取一些关系 对中国的关系 和中国的关系 现在 所以,其实,普政业不通闻的 就是,中国的暴力越来越严重 然后,它一直... 中国一直都在施压,有关台湾的外交 關照國關係 尤其是幫照國 然後承認台灣等等 所以除了是政府之外可以做的東西 譬如像我們的非政府官方主席 NGL 或者是學術也好 學術主席都可以試著去拓展 我們跟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活動 那Pauline講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政府或學界 有可能可以去發展一套新的語言 那一套新的語言 可以有一個中間的路線 因為中國一定是逼迫他們的政府 要選邊台灣或者是中國 但是呢 他講的那一個New Language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可能會發展一個語言 因為他們其實兩邊的關係都想要 所以他們得去想出一個方法 新的說法可以說得通 怎麼樣可以不腦怒中國的狀況底下 又跟台灣關係的關係 但可能這個新的語言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可能還在思考到說 所以我還在說 那種新的語言 有些新的語言 有些新的語言 有些新的語言嗎 也許吧 以後會有這樣的機會 好 第二 第二問 那 希望有些人 其實我沒有關係嗎 其實我沒有關係嗎 那也知道 大家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就是我覺得宣布獨立這件事 它其實需要一個國際政治間的一些串言 即便我們看不到西班牙 他們都已經通過獨立共投了 可是實際上沒有國家運成的那樣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不知道他的最低 所以我個人不知道 那麼 現在澳洲 吖啥,吖啥 诞 吖啥 吖啥,吖啥 吖啥,吖啥 吖啥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concerns me at the moment is there is you see so many people so many business people so many politicians in Australia just kind of saying the same lines that China does I don't have a lot of I don't have a lot of faith 我想說他們會用這個強調 但是我希望 因為基本上現在澳洲的那些官員 然後證據證據都算是重複了中國的 就是把中國把相關好 然後它做到問題 讓它證據非常仔細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有信心 講比較簡單的就是 因為政治現金的關係 最近在澳洲已經是很嚴重的問題了 然後買通了非常多的政治人物幫他說話 OK 所以 沒辦法 我的總統是很難說 但是 他可以說 如果中國很激烈 他可以說 他可以說 不像我们的同样,但是在我们的同样, 但是在我们的同样, 他在对比较担心的方式, 在他方向他将自己的美国之间 但是在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和中国和其他国家。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好 所以Bowling的中文也是一個比較難預測的情況 所以她有 而且她的心口是有學習句話 就是在身上 像有時候她如果她覺得應該都 把台灣不要的東西都完全直接說好 可能像所有的影功的情緒都全部的情緒 可是相當而言 相對而言 其實Fabrily跟台灣還會比較多 然後我們都想要從我們就來去掌握 所以如果是在這方面的話 其實Fabrily都可以看到這個真心 所以就讓人家就是太難講出來 我們自己都不會做 我想呼應一下 呼應一下戰所講的 就是有沒有關於他們的問題 而不是叫他們去想政府會怎麼做的問題 這可能不太一樣 好 OK 這邊 好 我有幾個問題 然後都很不同的方向 我想要問你們就是有沒有看過台灣立法院裡面的狀況 然後對這個想法 有沒有什麼看法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現在台灣很多媒體都會受到中國的控制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報導他們想要報導的新聞 因為就是可能他們會說 如果你報導這個新聞的話 我就不可以買你的HG之類的 所以他們基於一些利益關係 沒有辦法讓他們的新聞很自由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有一種說法是說 如果中華民國的綁交國全部都 就是跟中華民國斷交外交關係的話 那這樣中華民國就Fab 這樣就可以創一個新的台灣國 然後這樣的你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然後第四個是跟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是即將要唸大學的人 然後我有一些就是同學都千萬百計 想要逃離台灣的大學 然後因為我都覺得台灣大學有一些就是很 就是甜夜叉啊之類的 所以不考一出或是沒有積極的 積極的學習 或是做一些有意的事 所以我想問你們對台灣大學先生的想法 很正常來看看 很正常來講 你沒有問你 好正常來講 你沒有問你 好正常來講 我會想問你 你剛才說 其實有什麼 你會想問你 在台灣的 學生 好正常來講 好正常來講 你又有什麼 我會想問你 好正常來講 你也不想問你 太陽是 就是考慶的 考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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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好 我挺好 然後 然後你 第一個是關於台灣的立法院 就是 你有看到你們在打架之類的 然後 第二個是 就是關於媒體的出文字 對 然後 我們在台灣的 在經國的 我們的練習台 會有自己 一定有自己 在台灣的 在經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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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 未來非常 旺洋為勝 是因為有很聰明的水上 我覺得 我覺得 台灣的 是一個問題 我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如果你是電影導演 你想念你的電影 所以 政府 很多錢 需要給中國 掙錢 所以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可是 我知道 台灣的 電影 很厲害 我剛看 那個 水光 你看過嗎 還有那個 大佛 我感覺 特別感動 我覺得 台灣 就是 世界上的 藝術 就是一個 藝術領帶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對台灣的 藝術 很 很 很高興 然後 然後 喔 台灣的水上 我覺得台灣的水上 很聰明 很榮共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台灣 我覺得台灣 的 科學技術的 科 在大學 很 就是 世界 最好之地 我覺得 當然 很多人 想要 出國 學習 去美國 等等 可是我覺得 一般來說 台灣的大學很厲害 而且 我覺得 不懂 我 要 看 一些 事件 的 這是 還是 對 來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be able to, like,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change unl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anges, which is, you know, it's a huge thing. And it's just the fact that unfortunately it's the biggest Chinese speaking mind in the world. 其實關於學生的課程 在我的經驗中的課程中 我也是在學習中的課程中 學生的課程中 我曾經說過 我非常感興奮的 人們都很興奮 人們不只是在自己的國家 但也在世界上發生什麼事 我們能夠談論在英國的事件 我們能夠談論在英國的事件 有些不同的意見 例如說台灣跟歐洲的國家相互動 或者是歐洲漫暴發生什麼事情 以及台灣現在的這句是怎樣 不只說現在這句 所以各式各樣的事實都有漫暴發生 我們都醉了 所以我真的跟他們一樣 因為我覺得唯一的階段是語言 所以我沒有去過任何中國的課 因為我可以接受 但在我們的課程中 我看到他們有很多人說 但又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很困難 因為他們會說什麼是在他們的心 因為他們也會想說什麼 他們也會想說什麼 就會跟台灣的學生講過 除了有些問題 一些阻礙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有一次的發現 就是 多麗發生 其實台灣人學生在講的時候 都會非常顧虑其他人的感受 他怕他講出來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會被一個想法被鼓鼓下去 這個可以讓我們講一下 好 OK 沒有關係 我剛好從下個學期開始 等下英文授課 用英文授課 那個時候我才會知道 實際的狀況是如何 好 我們接著再問一些問題吧 很難得他們在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好奇的 我剛剛最後面 那邊有些事情要問 我比較有興趣的 知道你們外國學生在台灣 怎麼看來聽來 台灣的問題 你們跟他有談到 中國在國外怎麼施壓台灣 斷掉台灣的外交關係 要求強迫 揮台灣的方向國 或是台灣的友好國家 強迫你們去承認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然後我的問題是你們在台灣所看到的台灣政治 我只不講 因為台灣現在的政治有一種年貢事牌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內政出現很嚴重的國家認同錯亂 我的問題就是這兩個裡面希望你們 就你們在台灣看到的台灣跟中國 跟台灣本身的內政問題跟中國的關係 有沒有一樣 我比較有興趣 因為你們實際看到台灣現在的政治 政治情況 這也就是台灣的困境 為什麼不能走出國際 我這樣我的問題 聽得到吧 我沒有聽懂問題 我是想說 因為台灣目前面臨的是 內外交 在政治上是面臨內外交迫 因為國家認同錯亂的問題 造成國際也不敢跳出來 很清楚表態 承認台灣 的政治 國際政治地位 這是這位先生的理解 然後理想問什麼 就是希望他們國外學中在台灣所看到 台灣現在的國際政治局勢 我這樣講 我聽不懂 因為他們現在我是想 他們希望問不是 希望問說 他們對台灣的看法嗎 怎麼看的嗎 今天的問題是台灣政治學對不對 他剛才有談到 國際關係對台灣的一些政治發展 有所影響 而且中國現在的全世界的政治影響力非常的大 也限制住了台灣 那我現在是想希望說 希望了解是他們在台灣求學的這段過程 對台灣的理解來回答 現在 這是我跟妳講的那個 台灣現在為什麼走不出這個困境他們的看法 這個其實他們剛才被妳講錯 對我剛剛有講過了 對 都有講過 對 都有講過了 我不要給她興趣 簡單的問就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他們剛剛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對 都談過 都談過 同樣的理解 對 好 好 這 這邊 另一位小姐 好 謝謝 你好,我的名字是Loren 首先,最近,中国政府 提供了海外船航空间 去改变台湾和香港的航空 在他们的网站 然后,美国政府和澳洲政府 提供了台湾 然后,沉说澳洲爱中国 但是,你会来到台湾 我想学习国交流 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 我想问台湾 如何做朋友 不仅仅是民主的,也就是民主的 你说,谁跟谁要做朋友 台湾的国家 我们的人要怎么跟他们的政府或是人民当朋友 你说,我们要跟他们还是他们要跟我们政府 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当朋友 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当朋友 可能我没有办法跳过那个步骤说 他们会不会支持台湾的国际限制 可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他们保持友好 无论是在民间或是在官方上 你说,他们是谁 澳洲的人民或是澳洲 澳洲、美国或菲律宾的人民或是政府 Do you mean how can Taiwan gain more allies? 是的,这个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我认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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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朋友在澳洲 都没有认为台湾 没有认为台湾和台湾 第一个当然是观光 所以观光 如果台湾政府 无计是台湾人民 有办法去促进观光这些台湾的话 通常都是跟外国 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生化关系的第一个最好的方法 尤其是跟澳洲 因为台湾 我认为台湾 我认为台湾 有些人留意的朋友 whether it was being able to hike just outside of Taipei City or the, you know, the J.A. 這一次有朋友來拜訪他,或者是朋友要載機剛好來台灣 然後這一次跟他們去到處走的時候,這些朋友都非常非常驚訝 尤其是台北,就是台北街的方便啦 然後台北街道,很多山可以爬啦等等 都非常的對人驚訝 對,謝謝 我覺得,我想要改變你的問題 不只是朋友,但是影響 影響力 所以,如何深化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影響力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的機會,因為它有媒體自由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的機會,因為有媒體的自由 所以,比如說在美國有一些報紙 比如說,The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或者英國的The Guardian 他們都有在世界上,在不同的國家有記者們 他們住在那邊,然後他們採訪這個國家的情況 和在他們國家的報紙,所以為New York Times發布 我覺得台灣應該創作世界上的中文版的國際新聞公司 所以比如說,有現在台灣的報紙應該發出一些記者們 中東、美國、歐洲、中國、日本這些地方 然後可以有一個國際意見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華人在世界上 就應該很喜歡這個服務 我覺得 其實就是語言的障礙 我們應該要盡量的降低語言障礙 然後如果想要加上這些關係的話 有可能比如說像華盛頓郵報啊 或者是英國的衛報啊 這些他們都是有各一個註點記者 那這些人都會產出相關的議題跟新聞 讓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台灣要駕駛對美國的影響力的話 應該要做這些東西 然後第一個就是先把語言的門檻 對語言的障礙取消 其實如果我可以再加上一點 我可以再加上一點 我不覺得 Australia actually loves China 它就是 它就是因為有這麼多貌貌 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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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我沒有覺得有一個關係 像是一個親密的關係 這樣做嗎 對 剛剛就是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不是真的愛中國了 因為一樣就是秀治於中國的一些經報關係 所以他們不得不 多多少少往中國裡面靠動 他們不是真的就是認同中國的價值觀 或者是看法 我覺得剛剛 剛剛我講到兩個不太一樣的答案 James他說 台灣有新聞自由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擴大我們的媒體的影響力 比如說我們有一份 世界性的中文的報紙 然後呢可以在 許多的不同的國家有註點 那他們可以 但是這件事情的話變成是 會有許多用中文的書寫 就是在國際上不同的城市或國家 註點的中文記者 那他們可以報導很多事情 那至於這個要討論 我們會脫步來影響當地 那這會是另外一個議題 然後我倒是覺得 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類似像這樣的話 他以後 我反而比較反過來想說 你可以 住在台灣用英文 幫New York Times寫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大概兩種做法 我們都必須要用 那就比較不會 我們都只關心我們自己的事情 那我們要照顧到 其他的國家可不可以認識台灣 而這個就是剛剛James講的問題 他剛剛的回答是說 關於台灣怎麼樣子 就是可以有比較多 比如說澳洲朋友這件事情 其實第一件事情 是要先讓澳洲人知道 台灣跟泰國不一樣 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人當然也必須要做 但可能 We need your help to tell your people I'm trying 這也是需要做的兩件事 其實剛好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有想到 他 跟他 跟他 跟他的家人 對 對 對 可以 你认为有三个人 有两个人 你认为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我认为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有一个語言 我们叫做 专家的联系 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白色的工作 有些学生 有些计划的 台湾政府 这个是 我们计划的 我们计划 我们计划的 孩子们 台湾政府 我计划 我计划 计划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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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能够 使用 他们有 他们有 我计划 他们有 他们的自由 是很限制的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有 他们的 他们很敬 從我聽到的 所以 彭麗先回答 會回到這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在台灣 就是因為他剛剛有提到 如何把在台灣的這些外籍老公 跟 的非洲裏外籍老公 跟台灣人如何 讓他們有些人有交流 還有他說到會遇到一些困難 第一個就是他們有宵禁 然後通常他們到一定時間 要轉換回去 跟他們的雇主報道 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部分他們來自台灣 工作的人都是瓦泥階級 那瓦泥階級本來就比較難 跟其他的非南籍的人有活動 這個東西不僅是存在在台灣 很多國家都會這樣子 然後 等一下 然後 然後 例如說 職業人士 我認為他們最主要是 跟國際社會 跟台灣人 不是跟台灣人 所以可能 這個動作 應該是由學生們 因為 可能 我們應該要更多 知道 因為我們應該要更多 可以做些事情 但 例如 明天 我會去 一個 國際社會 他們分享 他們 學習 和 台灣 和 國際社會 但是 這就是 只要學生們 所以 有一個 晉晉 這些 都是 他們 只要 他們 是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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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聯繫 未來 可能 可能 我們 學生們 想想想想想 什麼 做 可以 聯繫 與其他社會 同時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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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 要做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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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然後 彭琳說 身為外國學生 在台灣 還有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方法 可以去 去交流 知識學術 她下個巴採加一個 在台灣 研究 這些 國際議題 或是政治議題的 非福音學生 然後這個東西 你的報名資格 要是你去學生 所以 彭琳在想 你如何在台灣 可以學生這個身分 把這樣子的交流 的效益最大化 的 我去這個 我去政府 而這場 是一ーー 這場 是一個遊牌 這場 演唱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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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二場 演唱在 深圳 演唱 演唱一場 演唱 into 不过在铺的铺的铺,他们也会反强的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方法, 更多的方法, 更多的方法, 在台湾西和沙方的社会 那会很棒的。 不只是中间的中间, 但通常的人, 像普通人士遇到台湾西亞人 在日常生活、在民生生活 在台湾西亞人遇到台湾西亞人 但我從來沒有聽到更多的動作 不過我現在在過一個遊戲北京主辦的活動 然後那個主辦的活動就是由台灣的小朋友 去扮演越南菲律賓 印尼 還有印尼 還有泰國 就是他們這些台灣的小朋友 去扮演這些國家的小朋友 但是柏仁在想的東西是如何在經由這種一般交流的活動 就是我們 而不是只有學術前 而不是只有政府機構 只有政府官員 而是我們一般人民之中生活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如何去加強這種 跟尤其是東南亞的這些國家的活動 我再補充 特別剛才柏仁講到的那個 強化了柯白印象這件事情 其實它真的不太好 其實 東南亞國家也非常的豐富 他們的文化也很不一樣 我們不能夠對東南亞的人留下柯白印象 比如說 菲律賓的就是老公 然後 或者印尼的可能就是看護什麼等等這些的 所以這引出來了一個問題 剛剛那位同學問到的是 有一點像說 我們如何跟他們交朋友 好像也會問說 那你們可以 其他國家可以幫台灣做什麼 不過呢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我在台灣 在台灣或在國外十幾年的經驗下來的結果 就是 台灣人對國外的辨識度其實也非常的低 比如說呢 那個 James 是澳洲人 他是澳洲來的 你不能把他拿美國人 It's quite offensive 加拿大來的是北美沒錯 但加拿大人不是美國人 加拿大人不是美國人 從英國來的 你把他當美國人 他一輩子會恨你 所以 我們又做了多少 認識其他國家的人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有很濃的刻板的印象 現在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把西方人想成 西方人就是叫西方人 沒有 西方好多的國家 東南亞也好多的國家 所以 這裡就是 如果我們希望真的要有外國的朋友 不管是民間的友人 或者是真的他們的政府 也能夠更加的認識台灣 我們也要誇張出這一步 真的去認識不同國家來的人 他們就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是真的去認識 美國人就是美國人 然後他是澳洲人 然後有菲律賓來的 而且每一個澳洲人 每一個美國人也不一樣 就是我們可能也要消除這一步的 刻板印象 這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我想台灣人走在國外的時候 也不希望每次都直接被當做中國人 所以大概就是 我們互相理解 這大概會是第一步 那時間 有些的關係呢 我在想說 如果看有沒有最後一個 喔 突然間我三個是吧 我 我們把問題 我們把問題接完 然後說呢 好 最後也有人 那 我們要跟郭先生 你好 就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就是 對於民主的這樣子的看法 因為就是我們在 我們生長的快土地上面 我們自己對於政治的認識 好像有點程度上有點問題 就是像是 經濟跟民主之間的拉扯 像是我們會覺得說 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民主可能在台灣是有一點問題的 就是他們會反而去懷念 所謂的 舊的 所謂的 權威時期的 這樣子的政治氛圍 所以我想要問問看 就是 他們的國家 或者是他們過去 或者是他們在這塊土地上 所看到的 所經歷到的 來去分享說 對於 台灣的政治 的 呃 算是 算是 沒有要怎麼看 算是 行為之類的 類似這樣子 就是 覺得說很棒 或者是什麼 看法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只能夠稍微 再繼續 我會 rephrase 這個問題 讓他們 讓他們回答 那 嗯 好啦 我還是一個一個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你要翻譯拿回去 嗯 嗯 不是 不是 我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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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不是 是 很多人看起来 中国的发展 发展的说明 他们发展的发展 发展的发展 他们发展的发展 发展的发展 因为政府的发展 发展的发展 他们的发展 发展 发展 我认为台湾的发展 使用 自由的政治 自由的 speech 和自由的智能 我认为这些是 其实是一个 货币的发展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民主自由 反而言論自由反而是可去參加 就是台灣的一些商品的機會 因為如果反觀過來看中國 中國到底為什麼它的經濟會如此崛起的原因 James認為是因為他們的政府完全不管 就是這邊的他們的商業是如何發展 有一點不同是 而是說經濟的發展是因為offeritarian的國家 你說威權體制的國家原本是國家掌控全部的 所以一旦國家手如果一拿開的時候 經濟馬上就發展 所以這個波產是在威權體制的國家最容易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實跟台灣的處境不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也不代表說就是 這就是威權體制的國家本身會對經濟成長是一些好事 這個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有一個區域是高科技 譬如說台灣的在 就是觸及網路是有非常大的自由 像這種網絡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商業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我們是國家適合食造業的發展 但是台灣有機會因為原本是有 所以我們反而有高科技的發展機會 跟這個網路一樣 讓我們來這個資料 Its… 如果我們要做立即發展 是很高利… 會來的高利… 高利… 開放金 高利… 就… 會來的開放工程度 那些公司 不論流量 理解決理理… 不論取消偕… 不論取消耗… 但為一個需要的努力 那麼… 不論取消耗… 你覺得你跟自動化的產品有關 我認為你會在公司的公司上碰壁 我覺得國家在做自造業的時候 成本跟民主是國家相當的問題 比較起來是很低的 它不用管環境 然後它也不用管品質好不好 它只要大量便宜的輸出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相對而言 如果是民主化的國家在發展這種自造業的時候 反而本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影響 如果我可以在說一件事很快 一件事我一直在看在一個人工作在外國 我喜歡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們都很貴重 但他們的機率不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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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他們很不在意義自己的教育 但他們不在意義自己的教育 但他們不在意義自己的教育 因為我認為你認為 因為靠近平的教育的教育 在越南工作的時候 Janes發現他的同事們比較少有平凡性思考 可是他們很會執行 當時找出問題或是平凡性思考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共產的這種機制都是 跟你講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然後去執行就好 所以相較而言在這邊會有比較大的差 剛剛Janes講到的是高附加產業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其實民主然後可以批評有創意的人 這個反而會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反而在這一方面其實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看 我個人覺得台灣有要改善大家的問題 台灣的經濟 第一就是一個未來的問題 台灣的出生率就是birth rate 台灣的出生率很低 所以我的推薦就是移民 如果台灣接受普通的國家來台灣成為新的公民 然後這個問題就修改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台灣的公子很不高 比如說我個人 因為我對Data Science有興趣 所以我在Google查一下 像Data Science jobs在台灣 在美國、日本、日本、中國的這些地方 然後我發現在美國 一個你的工資 Data Science工資是一年是美元是9萬 然後中國一年的工資是8萬 然後日本是有萬 台灣你知道嗎 台灣是3萬 對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的一個國家想要當一個人才優勢的國家 讓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來 這個國家和對他們的經濟有貢獻 然後你的工資並需要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的漲幅應該很起初 讓經濟的工資越來越高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見 其實交付的話我們都比 比如說我們才香港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薪水 然後當然是整門店差非常多 不過你剛剛講的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們要多一點國際人才 但另外一邊說我們的薪水又很低 那這麼低的薪水怎麼會有人要來呢 就是開放就會有用嗎 比如說我們如果這麼低的薪水 你願意留下來嗎 我不知道 台灣的油電 對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台灣 這次對中國 特別是中國 台灣的油電 就是台灣是一個 不知道怎麼反應 可是一個很高的 相信的社會 因為我說 這是一個高信心的社會 所以比如說你有銀耳 你賣銀耳的菜 你可以相信沒有 是安全的 你過馬路 你可以相信 一個車不長 就是等等 中國 不是一個很高信心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一些人 他們決定 應該去哪裡就決定台灣 OK 所以你們高度信心的社會 這件事情其實也會對外面來的朋友幫助 OK OK What's your question? OK Just very quickly What I thought was like for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during the time you were under martial law and like powers consolidated in the inpresidential powers what happened was instead of at first the economy was growing but then and because of cronyism or like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friends right so you know everything was kind of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people so I think that after that experience when we started to be more democratic not right now I mean before after martial law what happened wa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civil society opened up and that is that that was what countered you know like private companies and more on capitalism capitalism it's like capitalism but then there is also civil society that is like growing and until now I don't think they will actually you know they will fight for they will fight for democracy so I think that in my country's experience it run counter authoritarianism didn't actually lead to better economy but the other way around t 是 這張法庭做的做法 就是 像 檢研之後 要說檢研之前 檢研之前的話就是 政治跟經濟 基本上是 所心所知掛在一起 經濟法案 只從體制 同樣的一群人 但是 你 檢研了之後 其實整個公民社會 是被解放出來的 然後那個力量就 民間的力量 就加大了 所以民間的力量 那有 它當然是民主而來的力量 但是這反而會促進經濟 所以並不是說只有 威權體制 它可以幫助經濟 OK 好 和他一樣 那 時間的關係真的是 有一點點 就是 有一點沒時間了 但是我必須在這裡 停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裡 差不多是到九點 然後最多大概 就是可以有到九點半 那等一下還會有一點點時間 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問 可以問 那個 Zach James Pauline 那我想 就是 在這裡我最後 最後就講一句話 就是 Zach來自美國 James來自澳洲 然後 Pauline來自 菲律賓 然後 我覺得 我想 有興趣 可以再進一步 跟他們做一點交流 但是呢 我們就是 台灣非常歡迎 各個地方 來的朋友 那我想 我們也必須要做好 這個 國民外交的責任 我們都要好好的認識 他不是來自 不一樣的國家 我們也 不要帶著天見 或者想像 去認識他們 那我想 這大概是今天 可以做的事情 那 很謝謝 來自三個國家 不同的朋友 那當然也還有 Li Li還非常特別 是台灣跟美國 兩者之間的 很高興 今天有思維的參與 那如果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在這裡結束 那等一下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你就歡迎大家 就是還可以再跟 台上的思維朋友 還有一點的交流 那我們今天的座談 就先到這裡 很結束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